快把我土耳给放了 大神官没有错 那就是黑暗的影子 那是书院的十三先生 那是我阎三的徒弟 为了正道 何惧生死 废材小伙竟然击败不可一世的龙庆皇子 让燕国和西陵顿感颜面无存 竟派出西陵守门人来将宁缺彻底出去 而宁缺此刻自是不知大难临头 在这烟制粉店替桑桑挑选礼物 幸好这书壁虎的砍柴人天生嗅觉灵敏 途中已是发现有人暗中跟踪 却无奈对方着实人多 尽管自己跑得飞快 可不多时 前后之路便已被这暗位堵住 为什么这话 少啰嗦 有人叫你的命 宁缺虽说不通修行之术 可在寻常舞者之中 当也属是佼佼者 不过这少爷或是刚成夫子门生心中喜悦 竟未出那杀招 只是左闪右臂便轻松躲开着暗位 殊不知这西陵的守门人可非常人 手中一尊铃铛杀声夺命 铃铛声一起 宁缺近盾敢一阵头疼欲裂 不多时已是双目模糊 被这守门人轻松擒惑 另一边 桑桑在屋中久等宁缺不归 唯恐担心自家少爷遭遇不测 可跑遍这都城四处 皆不见其身影 无意间路过宁缺遇害那小巷 忽感鼻子一酸 再以用力 不正是宁缺身上那一股独特方向 果然 在这地上看到宁缺掉落的一盒烟纸 桑桑将这烟纸交至神符式颜色 就见其单手掐绝 一道清光灵力乍现 那宁缺被琴的画面 陡然浮于眼前 可这悉灵守门人 却并不着急送其上路 或许是他忘了反派死于话多 竟要用手中这铃铛 让宁缺再度感受 那生不如死的痛楚 就看宁缺出现在那无尽沙漠之中 虽心中知晓这不过是一道幻境 可任凭自己如何挣扎都不能破开 若那身前一柱相燃尽 这世间将在无十三线上 桑桑与颜色此刻还在四处寻找 可这偌大的都城 找寻一人谈何容易 可桑桑手中的大黑伞却似通灵 路过这宅门尽自主掉落地上 还不带二人反应 这黑伞尽自行掉转的方向 两人一眼对视 想来已是明亮 就看颜色单手一到内进事出 将这木门直接破开 这守门人心中一惊 当即拔剑朝颜色冲去 就看颜色出手便是至强颈自服 这守门人虽说修为不弱 一剑将这符咒破开 可毕竟境界悬殊 颜色不过是一掌掠过 便将这守门人瞬间击退 我跟魏光明无冤无仇 你们不认杀死我的徒儿 汉魏光明 我今天必须杀死他 我今天必须死 吸灵守门人心中知晓 这颜色与自家师父乃是同能 若只是寻常出手 断不是这师叔的对手 眼下只得拼尽全力 颜色不相伯仲 颜色心中大害 倘若如此下去 那炷香即将燃尽 命缺便是要命丧于此 可无奈这守门人已是不顾生死 任凭自己如何反击 皆正脱不了这束缚 眼看守门人的长剑即将落下 忽然一道飞剑射来 竟将这吸灵守门人直接洞穿 而这守门人临终之际 竟对颜色说出 冥王至此在读者 颜色此时也懒得理会 毕竟自家徒儿的性命可高于一切 当即带上宁缺回到自己府中疗伤 一番闲聊这才知晓 方才暗杀自己的竟有三伙人马 一是那亲王李佩妍的属下 二是那下侯将军的亲信 再便是那西陵守门人 宁缺此刻也想不明 自己这小命何故被这诸多人物盯上 可眼下当务之急 自是得赶紧踏入修行之道 提升自己的实力 师父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好孩子 要剩一个大红包